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月除去空房子还有水电费 伙食费一毛不剩 严格的来说每个月还不够花 还会欠几千块钱花呗 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了 我也想换一份工作 可是我一旦辞职了 三个月的空房子就公不上了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 我也不敢辞职 可能这就是2021年男人的无奈吧 很想辞职 却不敢辞职 这样下去实在是不行了 而且我老婆现在又怀着第二个孩子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好 现在孩子马上就要读初中了 所有费用又要翻倍 越是这样子我越烦恼 要不是我父母时不时就补贴我一点 我真的过不下去 我父母跟我说压力大的话就不要第二个孩子了 家里面有一个孩子就够了 哪怕是女孩子也可以 我知道女孩子可以了 可是这个孩子是无辜的 不可能因为父亲的能力问题 不能够让他来这个世界上吧 这个孩子已经排了很长队的了 好不容易排上队 难道我这个做父亲的 也很心不给他来这个世界上的机会吗 这样很心的事情我做不出 除非我遇到了什么我接受不了的事情 我才会这样做吧 要不然我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太狠心了 后来我朋友跟我说晚上下班的时候可以去送外卖 晚上送外卖 还有双倍的或者1.5倍的配送费 白天一单是3至8块 晚上一般都会有56块一单 有时候多的话会有十几块钱一单 一个晚上随便搞 几十块一个月的话就可以有两三千块 也许这样做会很辛苦 毕竟白天要去公司上班 晚上要送外卖 可是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毕竟送外卖很合适 我时间很自由 累了可以少做一些 不累的话可以多跑一些 而且没有时间限制 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 真的很适合我 特别是我这种公司工作的人 有时候早下班 有时候晚上班 早下班就可以多做一点 晚上班就可以少做一些 有时候我为了送外卖连晚饭都不吃 直接等到晚上11点 12点回来再吃一点 这也是很无奈的事情 又是我吃晚饭了又送少单了 吃晚饭的时候正是最多单的时候 这些单有多钱 如果我吃完饭 那么我就少赚三十块 一天算是换 一个月就九百块钱了 反正我一个月全勤的话 就能多赚两千至三千块钱 虽然很辛苦 可是我觉得很值得 现在老婆肚子里面的孩子 越来越快要出生了 我这个作为父亲的 就更应该好好准备了 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老婆 为了孩子也为了我自己 我必须要拼一把了 也许别人觉得 我忙了一天还要去送外卖 会很累会撑不住的 可是我一想到我的亲人 我就浑身打满了鸡血 我觉得我浑身充满了能量 再辛苦再累 我也能坚持下来的 我是一个男人 我要为这个家庭承担一切 可能吧 这就是一个男人的责任 我相信别的男人 也会是这样子的社会 容不得让你讽刺 你是男人就应该承担起一切责任 这种日子虽然很辛苦 可是却很实在 每一天晚上下班都能看到有上百块钱到账 看到这些钱很欣慰 虽然很累 但是很值得 每天晚上回来我倒头就睡 实在是太累了 很快一个月过去的 只要我再坚持一天 我就送了两个月外卖了 我就想住两个月给自己放一天假 也不过分吧 送完今天晚上明天我就放假 明天我就可以好好留在家里面陪老婆了 这两个月以来陪我老婆吃个饭 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说真的 这两个月我真没得好好陪我老婆吃个饭 也没有被他们好好聊过天 我就选择明天好好陪一下大家吧 赚钱虽然很重要 但是也应该多陪一下自己家人的 今天晚上最后一单送完这一单 明天我就可以休息一天了 可是这一单却是某酒店某房间的外卖 配送费是12块钱 这已经是11点了 我把这一单的东西送到门外的时候 敲了很久的门 却没有人来开门 然后我就拨打了这个号码 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 可是开门的却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虽然附助面膜 可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个是我老婆 看到我老婆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我惊呆了 那个男人穿着睡袍 而我老婆好像是刚刚洗完澡 然后就附助面膜在那里等外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老婆也看到了我 她没敢接外卖 我也不想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放下外卖就走了 然后我老婆追逐出来了 我老婆追逐跟我说 她来这里只是家里面断水了 来这里洗澡 我也是佩服我老婆了 这样的借口她都能编造的了 别说我了 我相信所有的男人都不会相信的 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这样的借口我还会相信吗 家里面怎么可能会断水断水了 一天不洗澡不行吗 哪里会有女人去酒店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然后遇到丈夫了就说来这边洗澡 你觉得会有人相信吗 我觉得没有人相信 我老婆追逐我 然后摔跤了 她怀着我的孩子 我没有去扶她 而且我在想那个孩子是不是我的 我瞬间觉得自己好可怜 我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 尤其是最近两个月 我还不够辛苦吗 我对我老婆那么好 她怎么会这样对我 要是孩子不是我的 我该怎么做就连我的女儿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了 我现在很纠结很烦恼 很暴躁 不知道该怎么做 接着我听到我老婆哭了 我老婆哭住说我好狠心 她就是来这里借个卫生间洗澡而已 这样的理由我觉得没有人会相信的 没想到我老婆是这样的人 亏我还对她那么好 算了吧 我总算认清我老婆的为人了 最后我莫回答 我不管她直接回家了 回到家里以后 我老婆也还莫回来 我是走路回来的 用了一个多小时 按道理来说我老婆应该早就在家了 可是她却不在家 可想而知 我在我老婆心目中是什么地位 我也不去想这个事情 我决定了 我跟我老婆离婚那个孩子 等以后出生了我跟孩子做亲子鉴定 如果是我的孩子 我会对家负责 如果不是我的孩子 我不会对孩子负责 如果我老婆要把孩子打掉 那我也由她 我也不想管这个事情 我老婆要是要把孩子打掉 很有可能孩子不是我的 算了吧 离婚吧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呢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是我目前为止想到最好的办法 最好的结局了 有些事情还是不要知道太多为好 我都不敢跟我的女儿去做亲子鉴定 我怕知道的越多 伤害的就越多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你会离婚吗 你会不会给孩子做亲子鉴定 结语 如果是我 我会勇敢去面对吧 不管孩子是不是我的 你作为孩子的父亲都应该有权利 知道这事情的真相 就算孩子不是你的 你养大了 这孩子也是有感情的 他也会也会为你养老 也会孝顺你照顾你的 这件事情你完全不用担心 孩子的心都是肉做的 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的 只是你的老婆实在是太坏了 你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 那么辛苦的对他好 可是他却这样对你 你也别给他机会 也别听他解释 这样的女人不值得你去爱 他编的理由实在是太烂了 我就想问一下 有没有男人相信男主老婆编的理由 家里面断水了 去别人家洗澡洗澡 还洗到酒店里面去了 这理由还能信吗 我觉得没有人能信吧 大家又不是三岁小孩子了 孤男寡女在一起 真的这么简单吗 都已经十一点了还洗澡吗 面对这样的人必须离婚 一次不忠 百次不用 这样的女人不值得你可怜 等到孩子出生以后 要是孩子是你的你就养他 要是孩子不是你的你也不要管 这样的女人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同时这个事情也告诉了我们所有的男人 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一定不能够心软 你要是心软了 那魔受伤的就是你了 不是你的孩子背叛你的人就不能够原谅 就不要给他机会 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以上内容源于真实网友投稿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帮帮这位网友 如果您或身边的朋友也有感情困惑 可以关注并私信 也许回答的不是最专业的 但是一定是最用心的 或许下一篇内容就是专门为你发布的 我是海说情感 看别人的故事 反思自己的人生 莫走别人的路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接受视频通知